今天是迪迪的一周岁生日 一年很快 订的蛋糕来了 今天大雨天 七九三八 谢谢 二八和一岁是吧 对 你们俩生日不是放在一起过了吗 吃的了 有多大呀 一大一小 爱心 对 正好你们俩生日 母子年薪 一起过了 这个是他的 镜子真是你的 今天外面下大雨 所以本来我们打算在家里就简单吃个蛋糕 过个生日的 结果刚刚收到了凤油记老板打来的电话 他一会儿派车来把我们接到店里去 给小小留过生日 我记得22年那个凤油记刚开的时候 很多粉丝就评论 像这种网红店嘛 刚开业的时候人多 之后过几个月就要凉凉的 结果两年过去了 一直火到现在 而且马上分店也要开了 为什么 我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老板真的是特别特别厉害 他非常会做人 你们去吃面的话 你们可以问一下店里的员工 每一个员工都很喜欢他 因为该有的价 该有的补贴 该有的待遇 基本上全部都有 很少有企业能做到这样 这就让我想到了那个胖冬来超市 对不对 只要老板对员工是很好的 那么我相信这个企业 他也一定可以做好 老板平昂你不是怕车子来着你 你这四个开始车子来着 来 去上车吧 谢谢老板 给我们开车门了 你这一天给我第一天真红的 第二天就在拒绝 哈哈哈 所以我认识你门口的烧帽 马上带着 快快进来拿日子 阿爸的呀 没事 谢谢老板 老板 爹里狗肉开门 这个外孩 来不帮你停止一下班线 想得老线不值得没漂亮 三年夸了 爹地雨地竞争 平常中光复杂带您兜个人 我又哄了 哎 今大姐姐发电了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送你的花啊 祝你去吧 小家小家 祝你生日面桃才放哪里啊 我三年没开车 你放在这吧 谢谢 三年开车一瓶豆牛 可是弟弟我他也做豆菇 哎呦 回门牛领的 三米 三米 关我到来边等我说 一日落鱼不落鱼 基本浪费一下三亿 全部吃光 阿姨味道怎么样 味道很不错呀 你都准备给一张地盖 你给我买个地盖 豆豆豆 阿姨我估计这个蛋糕 我们回去可以吃两天 早上就不要烧粥了 两层 我叫你个大小的 哈哈哈 可爱可爱 好看 弟弟啊 可爱啊弟弟啊 一岁 一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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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此满载而归 我们一想二十二十多个个 来背这个时候我开个病毒的 十个 今天我是不懂得拿了 这个阿里豆糕 可是我厉害一下就漏了